而在地震灾后中央相关单位也动了起来 26号一早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就办理了0918灾害附建工程线刊的工作 更针对了花莲县政府的三座桥梁附建工程听取了简报 而工程会也支持县府的各项预算和工程内容 地震灾后中央相关单位也动起来 26号一早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办理0918灾害附建工程线刊 更针对花莲县政府的三座桥梁附建工程听取简报 那现在当然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个40年以前的桥 即使前面的有双车道 但是当时大概是为了节省经费 所以其实桥做的小 那理所当然的桥做的小 当时的引道衔接就变成缩小 那但是将来的需求 势必是我们要一次考虑50年的需求 所以至少我们要能衔接上前面 这个是双向各一个混合车道 双向各一个 将来有远景的部分 我们都会把迅行拉顺 那这个是未来我们会配合努力的事情 其实来到轮天大桥线刊 可以看到地面都隆起 车辆根本无法通行 针对厂商的简报 部主任委员严九荣表示 依照现况可以做些调整 也表示支持县政府的各项预算以及工程 我们是希望说重建的时候一定要 以现况需要的交通需求 现况的防洪标准要都要做大 至于经费的分担 包含行政院来 行政院来 再来表情 再来看看公务总体 核酸学来 还有主席总体 大家一起来 另外徐政卫也关心训期来时的方训工作 要求中央是不是预算 也包含桥下的锡底便道等等 因为届时为了防汛一定会做预防工程 希望中央能够在经费上给予更多协助 记者高双双 徐里正采访报道